柳传志是不是中国的罪人 84年中科院计算所出资出人 柳传志为总经理 尼光南院士为总工 靠着宁院士的联想汉卡赚到了第一桶金 宁院士指出未来两大方向 芯片操作系统 芯片不搞可以搞操作系统 而柳传志不予理睬 拿着大笔字机入局房地产 而那时芯片设计制造的 美国领先并不多 温95还在酝酿 联想集中力量完全有可能赶上甚至超越 成为英特尔台积电三星微软都是有可能的 在任何一个领域能够投入 现在也不至于如此的被动 芯片和操作系统双双授制 现在看来痛心疾首 中国站在世界高科技巅峰的机会 就这样葬送在柳传志 这个瞩目寸光的投机者手里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方砖 最近国内这矛头一下又对准了 著名的联想创始人柳传志 那么有人就炮轰说柳传志是中国的罪人 我们中国现在芯片 这个操作系统等等双授制 都是因为柳传志的锅 在网上呈现一个群体而公知 说的是激昂慷慨催人尿下 真的是这样吗 中国在世界上现在如此的被动 真的是柳传志的锅吗 咱们今天砖头就给你讲事实摆道理 咱好好的聊一聊 好 老规矩 那么这个开炮的是谁呢 其实很多人里头不陌生 就是当年崔木源老师 口中的那个司法夹头司马兰 他最近在国内陆续录了一系列视频 直接炮轰联想 那么很多人对中国稍微有点尝试 它背后肯定是有人 那么他基本上总结了六大点 我给你念一下 就是柳传志的罪状 第一 涉及国有资产流失 第二 27位联想高管中 其中有14个外籍人员 涉及信息安全 第三 高管分红占了公司30%以上的利润 第四 资不抵债欠了经销商1000多个亿 第五 研发占比不到3% 却妄想科创版上市 第六 联想国内产品卖的比国外贵 就是组装厂 而后网上群起而公之 说是当年联想怎么怎么好 怎么怎么王诈开局 背靠中科院 各种技术怎么怎么样 你就是柳传志决策失误了 对 真的是这样 我给你举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例子 说完之后你一对比 咱们最后说就能更直观看清楚 怎么回事呢 也是在不久之前 中国出了一个小主播 不大啊 网上的小主播喝农药自尽的事情 这个主播的名字叫做罗小猫猫子 在这个山东纪宁文尚县 你们可以看这图片啊 这位喝农药 一个是柳传志 司马南 小主播 你看这两者有什么联系 我跟你说 那首先呢 这个主播他自己是不想死的 当时是因为失恋 觉得男友对不起他 然后呢 在这个直播间里要展示 说我要喝了啊 男友你意思说 言外之意嘛 你快来挽救我 而其实他根本没想喝 但是呢架不住这个中国这个直播间里 这些人啊 他闲得蛋疼 天天跟人家 你喝呀 你喝呀 你喝不喝呀 跟他窜的拱火 急了就真喝了 那然后呢 小主播呢 他也没傻到家 他把这农药喝得稀湿了 那意思说 我喝完了以后 我再打个120 我这是吧 做足了 做足了这个气套 然后我也不会死 但是他万没想到 智商还是不到家 有智商不够 他这农药啊 含量太高 他稀湿的不够 导致什么情况 导致这喝完了以后 还是没命去世 本来这个故事到这儿呢 我也就不会到给大家拿来说了 但最关键是 他人都没了 火场火化嘛 又抱出一起 叫配阴婚的事件 就这女的 有人看上他了 说能跟别人配阴婚 这配成一笔阴婚 能够获得几万元人民币 于是呢 这火葬场的工人 就来了个狸猫换太子 给他把这个骨灰 给叼了包 那有些人可能不明白 什么是配阴婚 简短解说 这个里边弯弯有很多 简短解说 就是人死了 给死人配这个婚姻 有的是烧指人指马 是吧 也有的是专门给人弄 这些这个死去的 刚死去不久的女士 骨灰也好 尸首也好 拿回来 重新大操大办 做一套法事 就相当于把这个人 都死了 是吧 在阴间给他配成婚姻了 等等等等 阳间干涉阴间等等 是这么套玩法 非常赚钱 中国现在这个背后 已经形成一套产业链 专门有偷师的 有调包的 有花钱上人去跟人说 只要你八字配 怎么怎么样 给你去游说等等 非常大量的产业链 好 故事说完了 这两个故事 看起来是风马牛不相及 但是为什么我拿来说呢 就你会发现 这个罗小猫猫子 被窜的喝农药 自己愚蠢 把自己玩死了 然后又被配阴婚 这背后透出的逻辑是什么 是愚昧 无知和无耻 对吗 那配阴婚好 为什么配阴婚 是因为有人相信 所以理论上来说 咱们从经济角度来讲 这是一种第三产业 服务业 它服务的不是人 现在的吃穿住行 衣食住行 拆美院叫做啥 不是 它服务的是人脑子里的思想 是人脑子里边愚昧的思想 聪明能赚钱 愚昧也能赚钱 只要有一帮人足够蠢 你就能从他们身上掏出钱来 所以这个女主播的事情背后的原因不是调包的 也不是这个女主播自己愚蠢喝农药 也不是男友抛弃的 是这些人脑子里边愚蠢的这个病根导致的问题 那好 我们再把镜头切回来看柳传志的问题 你就好理解多了 刚刚咱们举了六点 是吧 说这个柳传志的几大罪状 咱们随便挑几条批 都批完太浪费时间了 那首先说第一个 说柳传志涉及国有资产流失 我就问你 在中国国有资产流失 还需要柳传志吗 你去问问李鹏他们家 李鹏他们家干多少事 我就不在这跟你一一说了 李鹏他们家当天拿国有资产往外玩了 那时候江泽民家族那派系下面有的是 我告诉你 李鹏江泽民他们往外倒了多少国有资产 你现在说柳传志是倒国有资产 中国罪人要脸 那再说第二点 说这个联想27位高管 那里边14位外籍人员涉及信息安全泄露 我就说蠢是一辈子的事 首先第一点 信息安全泄露是怎么泄露 是从高地往低地泄露 对吧 人往高度多水往低出流 是从压力高的地方气体扩散 向压力低的地方扩散 那他妈中国的这个芯片研发技术 你告诉我往哪扩散 往他妈赞比亚吗 往他妈钢果布拉柴维尔吗 对不对 你扩散泄露个屁呀 谁看得上你这东西 对不对 首先此为其一 其二你要说这个外资人员 中国这帮共产党这帮官员 你随便数一数 谁家那会儿是现在是整治 可能听说好点了 谁家孩子媳妇 七九八老爷 全他妈外籍 有的是绿卡 有的是入籍的 你怎么不说了 一个公司里边 一半的高管是外籍的人 且不说人家还得签各种保密协议 还有各种可能还来你中国居住 来你这上班挣钱了 你那边好像大把的官员的妻子 家属财产子女在他妈国外 你怎么不说了呢 司马达你敢说吗 装什么算呢 对不对 所以这逻辑都不通 就这也能成为罪状 第三说人这个联想 分红多 高管飞红多 高管的分红占了公司30%的分红 远都不说 咱们就说最近的 恒大许家印许老板 你柳传志你这个联想人才分了30%的利润 那是30%还他妈是利润 你看看人家许家印干的吗 你看人家央起中国真正的红牌底子 自己的官员的企业 人干嘛 我他妈赔钱 我能分红 我他妈赔钱 我能分大红 恒大不就这么被掏空的呢 对不对 所以后面我就不想批了 别浪费时间了 没有价值 你知道吗 就这整个的 整个这些这套玩意 完全是一套什么的 背后有人要向联想下手找的狗腿子 来进行的这么一个泼墨攻击 难得的是 这样的泼墨攻击 居然在中国还引发了 咱们之前看的视频里边 一大波的媒体 这个自媒体 脑子被洗瓦头了 完了以后还觉得说 好对呀 你看柳传志就他妈是中国罪人 对不对 当初按照那个 当时那个中科院院士的方法 怎么着中国就能经济腾飞了 纳米就先进了 你怎么不想想历史是公平的 人家国家能成功 而你的国家不能成功 为什么 非要找个人原因 当年都是杨玉环 当年都是苏达基 当年都是陈媛媛 都他妈赖女人 就中国有一帮人 专门有这么一帮人 要我说就是说上这种 精神阉割以后就怂获软淡 以前是把这罪过往女人身上推 现在稍微进步点了 敢往男人身上推了 但是推也推不到点上 这帮人就从来不明白一个道理 真正决定这个问题错误的根源的不是这个女人 也不是一个个人 而是一个整体的利益集合 同样都是做企业 为什么柳川志 他们说 说当年没有把这个重点经历 好好用来做工业 好好用来做技术 为什么转向房地产 为什么转向这些东西 因为他妈联想背后 包括马云这些公司 虽然不是一个时代的 这些东西背后都有资本 而资本背后都是红色家族 说白了是主子们 主子让奴才去赚房地产投钱 奴才敢不去吗 你这会赖奴才了 对不对 我早就说过不止一次了 中国的问题恰恰就是缺乏 这种踏踏实实实干的精神 中国一直就缺乏这种踏踏实实实 搞技术的精神 但问题是 一个国家的能够支持一个工匠 支持这些科学家们 去踏踏实实搞技术 它是需要底蕴的 不是说科研不需要成本 科研需要大量成本经费 你不投资 我怎么搞科研 为什么中国人才外流 中国人才外流不是这两件事情 早在20年前大批的人 中国学成了以后 直接飞美国 直接飞英国 为什么 再也不回去了 为什么 因为你中国不看重这些东西 在这个行业最应该发展的时候 是你整个国家的决策层 弃之如草芥 是你整个国家决策层 看上了房地产大把的红利 是你整个国家决策层 他妈的 没办法能够给这些科研人员 存留一个人 科研的土壤 所以人家才远走高飞 所以人家才不屌你 现在好了 后果完全体现了 你中国成为了一个科技的挖地 成为一个品格 都不说了 这些挖地吧 完了现在 但你居然要把罪过赖在一个柳传志身上 柳传志找你惹你了 没有柳传志也有张传志王传志 中国这个问题实际上都不是说中共这一朝的问题 从清朝开始这帮人就这个尿性 当年清朝技术落后搞这个洋务运动 搞到最后搞的是个半半拉拉的断断续续 那个洋拉屎一样 搞的是个烂唧唧的玩意儿 中间有大量的利益集团 利益 当利益和权力勾结在一起的时候 就会形成旧社会的固有秩序 也会成为新世界打破这个枷锁的这么一个巨大的拦阻 中国为什么落后日本 从来就是失仪长继以至仪 学到点甜头了 学到什么东西了 急功近利 差不得了 哎呀 军舰我买 买德国的 买哪的 我们亚洲最大 牛逼了 完了以后呢 让人日本甲乌海战一炮干趴下 干成孙子 干成狗 完了 哎呦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然后去承德壁乎山庄吧 去去去那哪哪吧 反正这个历史实际上不是按时间顺序的 我是举这个例子 中国古代皇帝不就清朝就干的这事吗 干的哪那事吗 对吧 按说清政府 那你也是当时中国社会最顶尖的统治者了吧 对不对 你有中国历史 你所谓的传承下来的文化上下5000年的 你这些优秀的知识 你是中国当时的大脑 你都能做出这样的说白了 倒得被驴踢了 被门舔了 被猪舔了的这样的决策 那当时其他的这些大臣呢 那可不就更加的不如吗 是这个道理吧 对 所以今天中国也是一样的路子 到了今天 一百年过去了 二百年过去了 中国还是老样子 什么东西都不求甚洁 华为华为是如此 联想联想如此 中国这些企业你错过了机会 你就活逼该 别赖东赖西的 赖自己 我说了多少次了 中国古代 先贤们 我说中国有好东西了 好多人不信 先贤们说 说 人者如舍 舍者正己而后发 不中反求诸己而异 大概也是意思 什么意思 正常的人 好人 应该像射箭一样 摆正姿势 再开工射箭 因为这个 我练过射箭 射箭它有这个交流 讲究 就是你姿势必须要摆正 你每一次射箭的时候 你的这个姿势 一定要正 然后 就是说固定了姿势 才能拿姿势去找这个准心 要不然你是不可能射中的 好 那没射中怎么办呢 我赖别人放屁了 我赖地球引力 这个电磁风暴 是吗 反求诸己而异 找自己原因 这是中国老祖宗传出来的好东西 你现在还有多会儿 就放眼现在中国 你去找 民间可能能找着 中上层你找 有谁还有这个品格 没了 都是一帮急功近利之辈 电视剧如此 影视如此 游戏如此 综艺如此 什么什么都他妈如此 企业也是如此 所以说 就像我举的这个 女主播喝农药的例子一样 柳传志力也是一样 中国现在就是一国会 都是一个问题 我给你今天挖到了罪根源 没有头了 这就是根源 我给你的 这就是根源 中国一切的罪恶 一切的苦难 都是从这根源浅薄 衍生出来的 没有见识 没有知识 没有精力 古人摔过的坑 吃过的屎 遭过的罪 中国人现在计划 拿自己的身躯 再重新走一遍 这叫重走长征路吗 我不知道 你们高兴就好 但是我希望 有脑子的观众朋友们 咱们不要再去吃别人吃过的屎 不要再去摔别人摔过的坑 不要再遭他妈别人遭过的罪 我们在人生当中 在我们能控制的范围内 大的中国我们管不了 他们爱怎么地怎么地 但问题是 在我们自己的小家当中 我希望咱们自己能够学聪明点 哎 咱们别跟他们走 咱们别跟他们往坑里掉 就跟那些这些自媒体人家说 柳传志是罪人 傻屁 我只能这么说 当然了 在节目最后 咱们还是不得不说 柳传志这次有可能凶多吉少 凶多吉少 为什么 咱们前面说了 这不是司马南对柳传志有意见 这是后面有人 现在扒拉扒拉 哎呀 马云的保护费交了 这腾讯的保护费 一千个亿都交了 还有谁呢 这个哪个羊还肥一点 哪个猪肥一点 哎 看着联想了 现在背后是这个人 上门要动你 国家缺钱了 就该宰了 养猪徒什么的 就是要杀的 所以在这种大的动力趋势下 柳传志 你有没有道理 重要吗 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身上那层标 而不是你有没有错 所以我判断柳传志 可能是这个 凶多吉少 凶多吉少 除非柳传志能够棒上 靠谱的大腿 或者是说 党内的斗争 有新的变化 除此之外 我想不到其他办法 好了 关于今天柳传志 关于中国罪人等等的话题 咱们今天聊到这 你们对这个问题 有什么看法 欢迎评论区留言 咱们评论区进行一个交流 同时老生常谈 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的话 千万别忘了订阅 评论 转发 点赞 点开旁边小铃铛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